现在是2021年12月4号礼拜六 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动作 现在又没有台风了 第21号台风尼亚图现在已经停止编号了 它的话其实还是存在的 只是它现在没有在热带 已经跑到温带去了 所以就停止编号了 这个英语网站依然在跟踪这个21号台风尼亚图 目前它是位于日本的东边远洋洋面上面 目前它的气压已经跑到1000以上去了 1002风速85公里每小时 已经减落了很多了 之前说的94W它现在已经变成气旋了 那我们看一下它马上就要登陆印度了 它是在印度洋上面 所以它就不属于台风了 它就属于那种热带气旋之类的 它的气压在1005 威力不怎么大 下一个台风是22号台风雷一 如果它在12月份能够生成的话 那就是22号台风 如果生不成的话 那么2022年第一个台风就是雷一 这个名字早就已经排好了 现在就是 看 chicken 宣伞 轢 轧 轧 轧 partial